手残挡画作 眼线毫无浅胸 眉毛毫无声音 不如无法 瑕疵皮画作 才刚刚画完 痘印卡粉都已经出来了 不想出门 我最近发现改变三个常规的化妆顺序 能让化妆变得更简单 妆容更精致 你们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明明刚画完全妆 但痘印卡粉什么的都出来了 令您头大 你们可以试试 把底妆的步骤放到眼妆之后 我看到很多油管博主都是这样画的 我试下来后对瑕疵皮真的太友好 先涂完防晒 就只在眉眼周围压薄薄的粉底 局部定妆之后直接画眼妆 这样既能给防晒足够的沉没时间 告别搓泥的风险 又能避免画眼妆的时候 各种不经意的那种小动物 蹭花底妆蹭掉遮瑕 你看我画完眼妆之后 再涂粉底遮瑕定妆 真的比先涂粉底画出来的要干净很多 然后呢就是第二个顺序的改变 在眉眼这个范围我单独领出来讲 新手画眼线是很容易手抖的 越改越粗就生硬又压眼睛 像我是喜欢画这种有呼吸感 又灵气一点的眼线 秘诀就是我们涂完眼影之后 直接刷睫毛 再把睫毛根部的空白处 用眼线笔一小段一小段的连接起来 这样画短线的方式 比常规的眼线画法更简单避免手抖 最后再把眼尾拖出来 这样画出来眼睛是灵动又没有妆感的那种 最后一个改变的就是我们先把眼睛画好 再来画眉毛 因为妆前妆后的眼睛长度大小都会有变化 所以根据画完的眼睛长度来调整眉毛的位置 这样整个眉眼的匹配度就会更高 整个妆容就是很和谐的那种 现在我眉眼都完成了之后 再像我开始说的那样 最后这一步来上底妆 就完全不用担心后面的步骤来底妆蹭滑 绝部遮瑕 蜜粉定妆 这样再上腮红也会更干净一些 再涂个口红妆容就搞定 你们下次化妆的时候干净试试 小小的改变能让妆容干净清透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观看